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立刻引起了树民们的追捧 这天 主编告诉美丽 公司在网上进行人气小说投票 最受欢迎的小说将会拍成电影 目前来看 美丽最强劲的对手就是阿南 阿南是近几年的后期之秀 她的作品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为了超越阿南 美丽又在故事里添加了吸血鬼元素 她把水哥约出来 露出脖子要求水哥咬下去 面对着奇葩的要求 水哥只能照做 然而 美丽这次的小说却遭到了批评 同学们吐槽 剧情发展太快 缺少了恋爱的痛苦和纠结 为了获得灵感 美丽来到水哥家 结果却碰上了阿南 原来 阿南是水哥同父异母的兄弟 两人互看不顺眼 为了报复水哥 阿南开始疯狂追求美丽 美丽也将三人之间的纠葛 写进了小说里 看着美丽和阿南幸福的模样 水哥很难受 原来 她早就不知不觉 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看着失落的水哥 美丽突然有些心疼 而另一边 主编为了提高话题度 策划了一个比赛 就是让美丽和阿南现场写作 可是 这样自己的身份就会被曝光 美丽想了许久 决定亲口告诉水哥事实 她找到水哥 刚想开口 水哥却抢先说起自己的往事 小时候 因为父亲出轨 母亲便抛弃了她 从此 她便不再相信任何人 因为美丽 使她真心想守护一个人 水哥的坦诚 让美丽十分内疚 她不忍再去伤害水哥 一番深思熟虑 她决定在比赛当天坦白一切 比赛当天 美丽如约来到现场 她正在动人面前 坦白自己利用水哥的事实 她忽略周围的质疑声 勇敢对水哥告白 可此时的水哥 却选择了离开 伤心的美丽 一个人来到海边 她哭了许久 这是她第一次 喜欢上一个人 可却被她搞砸了 她想起和水哥 在一起的一幕幕 越想越伤心 此时 水哥出现了 原来 她看了美丽写的小说 明白了她的真心 她笑着说 小说的结局 你想好了吗 美丽破题为想 两人甜蜜地拥吻在一起 这是一部特别少女心的电影 虽然剧情和演技 略显尴尬 不过 冲着颜值 绝对给买分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绝对恋爱命令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尾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